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诺贝尔化学家 李电池的一个知父 李电池的知父叫古德诺 97岁 他是德国裔的美国人 美国人 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苏联也进到了波林 然后美国也进到波林 英国也进到波林 美国就抢了一大批德国的科学家 回到了美国 然后为他后来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就是说德语的美籍的 97岁最后获得了 然后还有一个英译美籍的 叫惠亭安78岁 惠亭安78岁 还有个日译 日译他是日 日译他是个叫吉野章 李电池的三先驱 躲得了诺贝尔化学家 接力开发 促进了电子装置 大跃进 使生活有革命性的变化 以前我们的电池非常大 而且之前我有买那个相机 尼康的相机 然后当时还是装电池的那种 装电池觉得便宜吧 买了以后买了以后 然后正好有人回国 就给我爸给家里人骚去 因为我想让家里人能多留一些照片 所以我爸就挂着那个相机 他当时还是那种电池 虚电池 现在已经发展到 已经用这种更小的电池了 不是那种三节那种电池 现在你看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录音这个 这个它里面装的就是锂电池 就是让我们的设备更小了 不是那么重了 这里面就是装的就是 装的就是锂电池 锂电池是生活有了革命性的变化 因为锂电池更小了 我们现在想的是 就是从这个诺别尔化学讲的 我们想到的是 你看之前那个杨振宁和李正道 他是华裔 华裔美籍华人 美籍华人 他也是 美国就像 就像过去的唐朝 大唐 大唐你看 那个日本前唐室 朝鲜的前唐室 周围的国家的前唐室 越南 这周围国家前唐室 包括从那个欧洲 是吧 有前唐室 他来了以后 大唐就有这种气度 就是你来了 你适合干什么 你想去学木匠活 你就可以跟着我们先进的木匠 你想学农业种植 你就学农业种植 然后发现你给别人 别人判事判的比较好 可以让你去当个县令啊 或者当个他的副手啊 就是人尽其他 各尽其用 不分你是什么的肤色 什么的国籍 什么样的人 你原来 你愿意来为大唐效力 愿意来贡献 来到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即使你是凡夫俗子了 是吧 你能做这一行的某一项职业 你就去做就行了 所以很多人 他就在那大唐住下来 在长安 在洛阳 在大唐就住下来了 然后带来了那种 你像那个红萝卜呀 什么就是从那个进来的东西 会呢 而且你看日本的京都 为什么保存那么好 他就把大唐那个建筑的美学啊 各个方面啊 这城市的规划呀设计啊 他就整整体就搬 搬回去 就保存好 一直没有那种经历那种巨大的破坏 所以大家到了以后 哦 这这有点唐朝呢 唐朝呢 感觉 感觉一样 所以他 这个 现在我们是看到这个 他们取得了 取得了这种 诺贝尔受到了肯定 诺贝尔化学奖 得了得到顶峰啊 这个科学家 诺贝尔是他们一个 明珠上 皇冠上的明珠嘛 现在栽取了 这三个人都栽取了 栽取了 首先我们是看到了 他的国籍 97岁 他是德裔美国人 第二个 是惠庭安 他是英裔美国人 有很多英国的 法国的 德国的 这边有 有那个 不但有 加拿大 也有接喷汤 也有日本城 也有韩国城 可里亚 但是他没有 加拿大 那么多 那么厉害 美国有十大加拿大 有更多的 有四十个 五十个 甚至更多的加拿大 小 小一点 还有那种 就是德国的小镇 英国的小镇 法国的小镇 你像路易斯安那 他那个地方 就有那种 法国区 法国square 那种区 然后走到 走到中部州的时候 就会发现 德国的小镇 我们还会发现 那种 叫阿米市人 阿米市人 就是拒绝 现代化的汽车 拒绝现代化的电话 然后用的还是马车 这种生活 我们在 那个南德塔 参观总统山时候 遇到 然后在路上 也遇到 就是你开车 经过一个 比较原始那种 乡村的时候 荒野的时候 你会看到 有个人 有个人 驾车马车 哗哗哗哗哗 从对面 迎面而来 然后你这车速 就会降低 就会看他过去 他会看着你 但是他不采用 他拒绝 拒绝这个 现代的东西 拒绝这种网络 然后自己能够生活 他们自己 现在进步一点 就是说 在那个 那种小镇 就是英伦小镇 什么小镇上面 会发现 阿米市人 开的农场 他然后 他农产品 他需要销售 他也需要生活 他就 就让那个 开个 那个农场的超市 他们农场产的土豆呀 西红柿呀 产的农产品呀 牛奶呀 什么东西 菜 蔬菜 就会再卖 然后 然后 两个阿米市的姑娘 带着那种 白色那种 头纱 穿着那种 长裙 白色的那种裙子 我们 我们遇到了 遇到了 然后去看看 参观参观 他们的 那种产品 也有很多 很多人 去购买 他们的东西 购买他们的东西 这是他们的一个 经济收入嘛 是吧 他们是拒绝 与社会 现代化的文明 去 现代化的 一些东西 汽车 电话 网络 拒绝这些东西 但是他们也是 就是需要生活 需要出卖一些 他们的 农产品 然后获得一些收入 然后去维持 他们的生活 因为要吃 要穿 要喝 然后他们还要去 你比如说 我在 那个 总统餐 看到的一家 一家 一家有五口 有五口 一个男的 一个女 然后一个 大的姑娘 然后带一个女孩 带一个男孩 六个 六个吧 还有一个小孩 抱在抱在怀里 一个小朋友 抱在怀里 就是这种生活 这是他们自己 选择的生活 还有一个就是 在这锂电池 大家看到的 他成功的背后 成功的背后 就是 吉野章 就是这个日本的 他曾经因为 锂电池的销售而烦恼 因为之前充电 充斥上面 都是 都是蓄电池 都是大的 要便宜一点 是 那个 十块钱 能买很多 这种锂电池就贵 我们刚开始 也是拒绝 这种锂电池 开发后三年 他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 这都很 一年两年 三年 三十六个月 卖不出去 身心很沉重 备受折磨 这就是存在 这个现实 这个碰撞的问题 你比如说做YouTube 这个东西很光明 前途很光明 你努力去做 你坚持日更 然后把自己的内容增加 然后发现自己的 擅长的地方 然后去做 但是中间你需要吃饭 你一年不成功 两年不成功 三年不成功 你怎么办 放弃 还是继续坚持 直到取得成功 获得财务自由 获得这个东西 所以从这个诺贝尔化学 讲着背后的东西 能给大家分享 分享 然后他们也曾经是 也是心情沉重 心情很 备受折磨 备受折磨 不被承认的 你发明一个东西 发明一个锂电池 蓄电池充值四场 然后一点份额也没有 卖了三年 卖不出去 到第四年的时候 就发生了变化 当视频你做到 一样的 那个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悄悄的发生变化 包括今天 包括昨天 昨天我在做那个NBA NBA那个20个 他的赞助商 断绝关系 断绝 暂停合作 这个东西 以后 然后就有 观看我视频 就留言说 上海赞都满园了 就有个回馈 所以我们根据回馈 就做了一期节目 我们怎么去 看待这个问题 好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 对我最大的支持 欢迎点赞 评论和分享 谢谢 下次节目 再见 拜拜 拜拜